为什么美国会对中国增速饥饿关税 这本身问这个问题就是有点大头 你说美国人要制裁你 要加速你的关税 还要跟你商量吗 美国人做事情有多疯狂 你完全想象不到 拜登对中国的电动汽车 增速百分百的关税 哪个国家哪个人看到不掉下巴的 那不是笑调的 那是惊吓掉的 美国对中国说 我现在就摆烂了 我就数不起了 你怎么办 你看着办吧 美国又再次对中国的电动汽车 增速百分百的关税 这一次拜登是一口气就加到了百分百 那加上原来的百分之二点五 总共现在是百分之一百零二点五 特朗普说要加到百分之二百 这二点五是以前的关税 也就是说其他国家是二点五 为什么美国对中国要增速饥饿关税 英国的一个主持人就说的很好 他说美国人不敢跟我们中国竞争 美国真的是输不起 以前是美国 德国 日本主导汽车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中国从卖衬衫开始 现在改行卖汽车辆 还把这三个国家打趴了 他们夜市怕我们的中国电动车 那说明我们的电车还是做的不错的 说实在的 百分百的关税也不一定干得过我们 七万块钱的琴 即使卖十四万也就是特斯的毛豆的一半 这价格这成本你去哪里竞争啊 是不是恰恰说明了我们中国电车就是好产品 以前游戏规则 原来是由欧美主导的 现在他们玩不起了就傻赖了 美国这么做 无非就是想阻拦我们中国的产业转型 以前他们就是靠这个高科技输出 先进生产力输出 品牌输出 拿到了高福利 生活的美滋滋 而突然一觉醒来情况就出现变化 那跟我们小时候打游戏是一样的 打不过就拔电线 据说比亚迪啊准备去墨西哥建厂 如果是真的话 那不就是给美国一个土地出新吗 那不就是当年苏联在古巴放导弹的情况是一样的吗 这是掏人家的窝啊 那是人家的后花言 看来比亚迪啊也要准备给美国制裁了 有网友就说了 美国老给我们加关税 我们也可以给他们加关税 把特斯拉加到百分百 把苹果手机什么英伟达显卡加到百分百 哎 如果你是这样想 那就想想就好了 如果你是这样搞的话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你不就是给人家劝着鼻子走吗 杀人一千自损八百 这种赔本的生意 我们中国怎么会做呢 我们看中的是全球的大战略 人家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 他们玩这样的套路没有关系 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发展中国家 我们必须要和谐发展 必须要踏踏实实走自己的路 必须要想好走什么路 听懂的都知道这叫战略 美国现在加大制裁 突然又给我们来了一刀 那对我们的新能源产品 是不是会有伤害 或者说是致命的伤害呢 我们的新能源汽车 会不会就此吸火了呢 影响有没有 有 但是很小 我们的新能源汽车 会不会吸火呢 绝对不会 第一 美国本来就不喜欢发展新能源汽车 所以它制裁任何一个发展电动车的国家都很正常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 大家之前有可能听说过 就是美国永远都发展不起来新能源电动汽车 原因就是 如果美国街上跑的前世电动车 那么汽油谁还要 汽油没有人用了 那么美金怎么和石油绑定在一起呢 美国的货币怎么还能吞霸前求呢 第二 本来我们新能源汽车卖到美国呢 是少之又少 人家美国人用的都是特斯拉 而且特斯拉在美国也非常少 美国满大街跑的都是大排量的油车 就算他们买的是中国产的电动汽车 那也是奔驰宝马电动车 所以美国很少人在开中国的电动车 我们现在的市场主要是在欧洲和东南亚 这两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市场 市场份额占了67.6% 至于美国市场和加拿大市场 我们本来车进去就很少 就算你加到百分之一千的关税 象征意义大过于实际意义 简单来说就是自海 也就是拜登为了闲票而致敬的策略 所以不管拜登是前几年 对华为的芯片进行制裁 还是现在这个百分百的关税 那其实都是在向他们的显民骗炮 敌人越害怕我们什么 说明我们做的方向就越正确 几年前 我们发展这个新能源电动汽车的时候 美国的媒体就向他们的民主洗脑 说中国的电动汽车就是山寨货 质量差 还不能保证产量 美国虽然说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但其实他们的信息是非常封闭的 结果美国人都知道 群众的信息来源 在没有踢过套之前 全部听信以犹太人控制的资本 控制的媒体 这样的情况 美国人也不得不信 后来呢 美国有一个知名的车评人 也是一个短视频博主 叫做凯文威廉姆斯 他本人呢 就亲自来到中国参加了很多的车展 也试驾了很多新能源电动汽车 看完之后试驾之后 他就发现 以前美国媒体全部说的都是假话 据说他回到美国就说了三句话 第一句 大家都别听美国媒体在胡说八道 说什么中国的电动车是劣质车 这完全是假的 你们千万不要相信 第二就是 他说任何一款中国生产的中等价 任何一款中国生产的中等价位的电动车 都要比价格六位十五的欧美汽车都要好 第三句话就是西方的车企注定是要一败土地 因为西方车企不思禁忌 莫属成规 这些信息传到美国之后 美国的民众才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不对 那现在说了 美国加关税对我们一点影响都没有 那会不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销售呢 这个可能性也非常强 我们拿欧洲来做一个比例 欧洲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市场 欧洲那边主要是看德国 因为我们这边生产的德国汽车也很多 德国车在我们这边还是有一定的市场 而且现在我们出口到欧洲的电动汽车很多都是奔驰 宝马还有宝石节这些都是德国车 那如果欧盟跟着美国的脚步来给我们加关税制裁我们的话 那不就是变相给德国加关税制裁德国吗 所以德国这一票肯定是通不过的 如果德国人真的是这么下座 那你的奔驰宝马还有宝石节 你还想在中国卖吗 这是一个相互交易相互相成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次美国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增速既有关税 对我们说问题不大 相反对我们来说可能还是个好事 大家只要做一件事支持国产就好了 剩下的事情国家会考虑 你懂我的意思的